哈喽阿彌陀佛大家好 我是齐芳欢迎回到我们泰佛牌的频道 那大家还记得在上一集我和大家分享在家里能够修功德吗 比如说烟供啊供水跟供灯等等 那还没看这一集的朋友们呢 可以根据上面的网站去看上一集我们和大家分享如何在家里修功德 OK那说到修功德呢 之前我们有和大家分享如何做烟供 我们其实有分享过好几个影片 跟大家说如何做烟供 那还没看的朋友们呢 也是可以根据上面的网站去到那个影片教导你们如何做烟供 想复习的朋友们呢 也是可以根据那个网站回到我们之前所做烟供的影片 OK那第二个修功德的方式就是供水 我们之前也是有在前一次的影片和大家分享过如何供水 同样的想要复习的朋友们呢 或者还没看过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根据上面的网站回到如何供水 那到目前为止和大家分享过如何做烟供 如何供水 还没和大家分享如何供灯 那在今天的影片呢 我会和大家分享如何供灯 那大家知道什么是供灯吗 供灯呢可以是所谓的点蜡烛 也可以是油灯 那有些人的神牌放的那个电子灯 Electric Lamp 也算是供灯 为什么我们需要供灯呢 还有在什么时候供灯最好 就像各位点灯一样 灯点了佛像亮起来 佛像通过这个灯就造了地狱二轨道 所以晚上点灯功德更大 晚上都是孤魂野鬼很可怜的众生 然后你如果点一盏灯 在佛前那些孤魂野鬼 就可以看到他所想念的亲人 我们也借过这个灯 让他看到极乐世界看到佛 这个鬼就超度了 所以我们供香供水点灯 永远要记住不是光上供 是为了下施 也叫上供三宝 护法善神 下施六道有情 那你们知道供灯的含义 还有它的功德吗 供灯 灯代表智慧 也代表眼睛漂亮 皮肤白不会跌倒 我们这几年已经供了三千一百万盏灯 各位听到随喜功德 同享功德 阿瑟士国王杀死了爸爸 官妈妈强奸阿罗汉尼 她要堕落地狱了 后来她知道错了 她就问她的哥哥齐婆说 我怎么忏悔 齐婆说要点灯 点灯是消业障的 各位千年暗示一灯能破 一千年的黑暗的地方点一个灯 黑暗能不能消除 所以点灯的力量很大 OK 和大家分享以下十大共灯的功德 大家看一看 大家有听说过共灯祭吗 所以大家一起来点灯 那你现在手上没有灯 无所谓 只要你有这个观想 你曾经点过灯 你未来要点灯 就融入这个功德 神殿下来 燃起佛前灯 灭除心头火 愿此大智慧 照破众无名 阿虎 所以你点灯的时候 变成大波热光 然后呢 把众生无名 六道众生无名都消除 照破众无名 那你点灯的时候 你的内心的烦恼就没有 燃起佛前灯 灭除心头火 不但你没有烦恼 叹成吃吧 愿此大智慧 也让众生无名消除 所以各位 哪怕一盏灯 英国人有个好处 门口都会放一个玻璃灯 放在门口 这也很慈悲 就像中国人 没有电灯的地方 要把灯打开 让人家走路安全 那这个灯就可以让脱离黑暗 让别人不会迷路 那些孤魂野鬼 重点是你的动机 你在你家门口 外面点一个灯 希望这个亮度 让迷路的人找到正路 让男女孤魂看到极乐世界 灯一打开 那个灯就是功德 所以并不是说 你一定要点灯 你没有点输油灯 你点电灯 但是你发这个心 它就是一个功德 所以每次经过人家霓虹灯很多 我们就 这个灯可多了 虽然他们看到是一个世间的美 但是我们把佛法的力量 融入在这里面 这个叫什么 等一下 有两层意思 诸佛菩萨生口义的功德融入 第二个 自己累劫生口义 所做的三页功德也融入 你们叫做 所以你看到一个面包也要 看到一个花也要 看到一个灯也要 所以佛作是告诉我们 每做一个供养都要加入这个 那在这里呢 和大家分享 我们在家里如何供灯 刚才有和大家分享过 可以点油灯 也可以点蜡烛 还有呢 和大家分享的 ELECTRIC LAM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 也对今天的分享有所收获 那感恩大家对我们频道的支持 也希望你可以继续支持我们 接下来的影片 记得记得帮我们 like share 还有要记得subscribe 到我们 泰佛牌的频道 我们就在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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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